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 北京的冬奥会现在已经开幕了 全球反对中国的声音越来越大 此起彼伏 那么这当中也有一些中国体制内的人士的声音 比方说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 在北京大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 他们发布了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讲说中美科技脱钩之后 中国的损失会比美国更大 这个研究报告对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 航空航天等领域的中美科技进行了对比 还有就是财力的投入 人才的竞争 技术的标准等等 都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 然后这个报告说虽然中国现在已经成为科技大国 但是到科技强国 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说无论是从横向范围还是纵向差距看 美国技术实力仍然全球领先 他说中国在一些细分的领域的劣势十分的明显 存在技术空白和卡脖子现象 相对而言 美国领先的领域就比较全面 技术积淀深厚 他说中国技术上形成了多数领域跟跑 少数领域并跑以及极少数领域领跑的基本态势 一旦失去美国这个目标 那么中国能否全方位的持续引领科技创新 是中国科学界一些学者的担忧 其实这个报告我们听起来是非常的脚踏实地 实事求是的 讲出了中国科技跟美国的差距 但其中特别讲到说 如果失去了美国这个目标的话 那么中国的创新就会有影响 什么意思 实际上这里边有一点点隐晦的说法 就是美国发明了什么 创造了什么 中国要学来 然后美国又发明了什么 创造了什么 中国又要学来 基本是跟着别人屁股后面走的 中国的这些技术基本上是从西方引入的 不管是技术还是设备 还是专业人才 都是从西方引入的 或者是偷来的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目标的话 你没有copy的对象的话 你就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实际上这句话有这样的一个含义 总之呢 他这篇报告的最后的结论是说 无论是技术还是产业层面 中美双方都面临脱钩带来的损失 而从目前看来 中国的损失可能更大 那么他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在反对脱钩呢 但是你反对脱钩 跟今天中国政府的方向 就有差别了 因为现在中国的做法跟西方的做法 其实是一种双向脱钩 这个双向脱钩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这些国家 觉得中国越来越是个威胁 所以说不愿意再跟中国有这样的一个交往 所以愿意跟中国脱钩 而中国呢 他也不想再依赖西方的技术 因为未来他要称霸这个印太地区 他未来要跟美国去争锋 所以他也需要自己的核心技术 自己的创新 所以他也不想依赖于外国 那么这样的话 他也有一种脱钩的意愿 所以说双方都想脱钩 中国没有表明说要脱钩 只不过因为他还需要西方的技术 需要西方贡献资金 技术 人才 经验 就跟过去的改革放这几十年一样 他还有这样的需求 所以他没有讲 但是他从政治层面来讲 从政府的决策层面来讲 他也有这样的意愿 所以他是一个双向脱钩 而这个报告就指出了 这种双向脱钩 会给大家带来非常严重的损失 特别是中国的损失最大 那么他既然这么说了 跟政府的政策和政府的执政逻辑畅反调了 那什么结果呢 果然我们看到 这篇报道 已经从北京大学的网站上边被删除了 换句话说就是 中国现在也容不下任何理性的讨论的空间了 这样理性的态度 或者是对政府的政策提出不同看法的 这样的哪怕是党内的 体制内的 学术权威的这样的一个报告 都不能够发表出来 或者发表出来都要删掉 这个报告是谁写的呢 是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写的 这个研究院的院长叫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还读过他写的论文 他是中国一个算是顶尖的国际关系的学者 在胡锦涛时代算是一个国师吧 中共的一个很有名的智囊 他们这个研究院作为一个官方的智库 当然是给政府出谋划策的 但是现在怎么样呢 你出谋划策如果不能够按照中央的意思来出谋划策的话 你这报告都出不来 都要删掉 因为这个报告是打了中国政府的脸 为什么 报告讲得很清楚了 从整个全面的分析了脱钩带来的坏处 今天中美的差距 然后你现在还在要跟美国去 这个不管是口水战了 还有这个贸易战 科技战 对吧 完全是一副 这个我现在已经是财大气书了 我现在翅膀硬了 就这样的一个态度 跟美国走向一个脱钩绝裂的态度 这对中国来讲 这个报告里解得很清楚 是有坏处的 而且是坏处是我们更大 不是美国更大 但是他一意孤行 政府还是要这么做 那么什么意思呢 说明你是不顾这个国家的利益 不顾人民生活的这个水平的这个发展 对吧 你完全不顾这个 你还要一意孤行 那说明什么 说明你只看共产党 这个体制 或者是这个党组织 他的利益 否则的话你说不过去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对吧 明显的智库已经告诉你了 这么做是不好的 是有坏处的 你还要一意孤行 你当然是背后 是有自身的利益的渴求的 那这个利益凌驾于 这个国家利益之上 人民的利益之上 那么除了这个北京大学 国际战略研究院以外 还有很多的智库 今天的体制内智库 都已经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之前我已经上传了一个视频 这个转发了一个 就是清华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的一个视频 他在视频里边 批评了今天的 00后的小粉红 虽然他没用小粉红这个词 他说现在的年轻学生 对世界的认知 有这么几个特点 说优越感强 居高临下的看世界 觉得各个国家都落后 还有自信心特别强 他这里边用的自信心 实际上是一种自大 说用愿望的思维来看未来 他觉得怎么样 就好像真的会发生 还有就是中外两分 西方都是邪恶的 西方人对中国有天然的仇恨 然后以网络为准 就是视这些网红的观点为常识 而这些网红往往传播的是一种错误的 像经济决定论的阴谋论的债权武器 说西方对中国的封锁 可以促进科技创新等等等等 这些荒谬的观点 但是小粉红却认为这些观点是常识 这是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严学通 他也是曾经的胡云涛时代的中央智囊 他也坐不住了 作为曾经的御用文人 其实今天也一样 他也是御用文人 是很有身份的地位的一个大学者 大教授 他都看不过去了 但是他又不敢说 为什么今天年轻人会有这样的错误的 这种自大的这种思想 当然是因为政府在导向 在带风向 其实是他背后的主子 希望出现这样的现象 而他作为一个 至少还存有一些理性思维 跟逻辑思维的人 他看不过去了 他要讲出来 但是他又不敢直接骂他的主子 他只能骂这些被主子洗脑的小粉红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今天像不管是北大的王纪思 还是清华的严学通 其实他们都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位置 就是他们本身还想存有一些理性 还有对政府有些建言 讲的一些事情还有点逻辑性 但是这个却跟他们的现在主子 就是他背后的党组织 他们的方向背道而驰的 你要想继续效忠这个党 为这个党服务 不好意思 你就必须是无脑的去效忠 你必须是绝对忠诚的 你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 所以说党说前面是国民大道 你就得往前走 哪怕你已经看到了前面是悬崖 你也得往前走 你也得去鼓吹前面就是国民大道 否则的话你就是不爱国 你就是叛党 你就是反华 所以说他们其实处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上 他们怎么办 要不然你就是完全失去人性 扔掉你过去所学的 和经过这些学术训练的这些东西 全部都忘记 全部都扔掉 完全的像这些小粉红一样 去说一些 其实这些网上这些五毛网红就是 像什么司马南 什么李毅 就这种人 跟他们一样 把自己降低到他们这个程度 那你还可以保住你的乌纱帽 你还能保住你的退休金 否则的话 你还想保持一定的良知 保持一定的理性 一些逻辑思维 不好意思 那你就会跟这个党 发生冲突 有些人已经意识到了 他已经能够说 干脆我不跟你玩了 像中央党校的蔡霞教授 还有像人民大学的周乔正教授 他们 移居美国 对吧 不跟你玩了 哪怕这个退休金不给我 也无所谓了 因为他们希望还能保持自己的一个 基本的人格 独立的思想 不想继续的成为这个 越来越扭曲的 党国机器的一个鼓吹的分子 而现在像北大侵华的这些教授们 他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目前我们看到 他们最多的是发表一个报告 还被删除 然后发表一个演讲 没多人看 所以他们现在其实也挺无奈的 他们讲的话 已经没有影响力了 他已经影响不了 现在这个中央 党中央的这个决策了 而且他们也发现了 他们所认知的 跟今天共产党的走的方向 是已经是越来越远 除了他们两个人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人 其实也跳出来了最近 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 还曾经担任过 全国政协常委的贾庆国 他最近也跳出来了 在北京大学的 国际安全研究杂志的 一期文章当中 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说 今天的中国 不应该去盲目的追求 所谓绝对的国家安全 我听到这个话 我当时想到了 就是像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话 这样的话 那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他立刻会被撤职 查办 这个开除党籍 然后给他批斗 扣上一大堆的帽子 你什么叫做 不要盲目的追求 绝对的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 你都居然说可以不去追求 那你这个是不是叛党分子 那是不是反华分子 那你是不是西方的 这个汉奸走狗呢 对吧 如果真的回到那个毛泽东时代 他肯定被扣了这个帽子 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一下 他说的是 其实国家安全本质上 它是有相对性的 就是如果你追求一个绝对的国家安全 反而会导致这国家更不安全 他举的例子就是苏联 苏联就是为了他的所谓的国家安全 要跟美国搞军备竞赛 对吧 投入大量的资金到这里边 就导致整个经济入不敷出 然后人民生活困苦 最终拖垮了这个国家 因为你追求了一个 所谓的国家安全 盲目的去追求 盲目的去跟西方抗衡 贾青国在文章里说 说结果就是苏联经济发展落后 无法支撑其庞大的国防开支 人民的生活长期没有改善 导致失去了政治支持 说这样的行为牺牲了长期利益 来换取短期利益 很大程度上加速了苏联的动乱和崩溃 习近平不是说我们处处的被卡脖子吗 核心技术掌握不到吗 你得买吗 然后有些这个技术他还不给你吗 怎么办呢 我们投入资金我们来弄 就像投入大量资金搞国足一样 看看国足现在什么表现 对吧 他们同样的说投入大量资金 举国体制去搞什么 搞芯片 搞这些先进的科学科技 那么导致一个什么结果 很可能就是这个经济的发展不平衡 然后他投入大量资金 在这里边忽略了其他的方面的东西 还有就是你跟西方去抗衡 那你怎么能保证自己的安全 你就是不来往 不来往就最安全了 所以贾情国说只有彻底的去断绝对外贸易 然后实现一个完全的经济独立 你这样的话才能做到绝对的国家安全 因为你不用害怕别人对你施压了 但是这么做的话 你这国家的效率就会降低 而且会一步一步的 这国家会落后 他的比喻是什么 他说一个惊慌失措的人 可能会反映过度 并且夸大危险 无故治病 甚至过度治疗 都会把小病变成大病 治不好的病反而会恶化 所以他建议中国现在应该少数敌 多交朋友 营造一个很良好的 安全的 有爱的国际环境 但是他这种说法 真的共产党能够实施吗 我们当然是打个问号了 或者说直接否定掉的 他的想法是一厢情愿的 因为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强调的是 这个政权的稳定 这是第一位的 而为了政权的稳定 他可以牺牲国家安全 可以牺牲人民的福祉 他甚至也可以牺牲 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 为了他这个党的统治 绝对统治和长治久安 所以说他为了他这个党的利益 他牺牲了人民的利益 牺牲了国家的利益 所以这些体制内的学者 他们已经看到问题了 但他们看到只是表面的问题 他们只是发现说 这国家的方向有点问题 走的路线不对 最终会造成这国家的不稳 或者政权的不稳定 这个国际舞台 现在已经中国是臭名昭著了 可以说 这次奥运会 多少个国家去进行外交抵制了 更不要说这么多的周边国家 开始结盟 开始对付中国 开始在人权问题 在军事上面 在外交上面 在政治上面 贸易上面 都在跟中国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 这种围堵 越来越强烈的时候 中国自己 他只能是对内 开始要搞维稳 封杀所有的 这个不同的声音 同时呢 对外呢 要摆出一个战狼的姿态 跟你们硬碰硬 实际上最终结果 就导致中国会 闭关锁国 然后长期来讲的话 这个国家就完蛋了 但是 短期内 他这么做 实际上是可以实现一个 这个政权的稳定的 因为他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这个国家可能会 越来越开放 越来越自由 那么也会越来越松散 那么这个党的执政权力 就会散掉 他就会失去他的权力 所以说对于党来讲 对于这个党国体制来讲 他必须要这么做 但这么做 虽然实现了短期的稳定 但是长期来讲 他让中国处于一个 非常不利的境地 所以说我看到这个 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不管北京大学的 王基斯 还有贾庆国 还是清华大学的 这个严学通 他们都是一流的学者 顶级的学者 做到中国的 这个最顶级的高校的 院长的级别 而且他们又是从 研究学术出身的 基本上他们都有 美国的这个博士学位 名牌大学的博士学位 而且他们也都担任过 中央的智囊 所以他们其实已经 看出了问题所在 他们虽然不敢批评 后边的主子 但是他们已经点出了 这个国家的 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定会带来灾难 当然他们可能 为了那点退休金 不愿意这个 离开这个国家 或者怎么样 或者是还觉得 自己能够有影响力 能够改变这个路线 我就不得而知了 他们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去改变它 他们无能为力 他们除了细节报告 刷刷嘴皮子以外 改变不了任何的事情 但是他们的发声 他们的反对的声音 让外界看到了 以为中共的党内的精英 体制内的声音 反对习近平的声音 越来越大 比方说 华尔街的金融大鳄 索罗斯就被忽悠了 最近索罗斯参加一个会议的时候 发表了一个演讲 他的演讲讲的很多 主要是提到了中国的问题 特别是讲到中国的经济危机 房地产的危机 人口出生率的问题 还有党内的斗争的事情 他说习近平可能没有办法 获得第三任的连任 当然了 他说这个话可能有点早 这个判断跟我的判断正好相反 我认为习近平在今年20大 黄河加深再次连任 打破中共的规矩 再次连任 这种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索罗斯的演讲当中 提到中国现在的危机 实际上我都认同 包括他谈到了中共本身内部的 一些反对的势力 反对的声音 我也认同 但问题是能不能改变 他认为能够改变 我认为改变不了 我觉得这种反对声音 反而是对外界观察者的一个误导 就是我们想象一下 当年回到过去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当初搞这个 就是大家集思广义 对吧 大家都可以提意见 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的时候 当时有多少人跳出来批评共产党 批评当时的体制 批评当时的官僚主义 毛泽东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然后就开始把所有的提出批评的人 全部打倒 全部收拾了 然后他说这是扬谋 其实就是阴谋 就是翻脸不认人 就是把你们这些身边的 对共产党的政策 对他本人的执政 不满意的 这些人让你们全都曝光出来 正好一个一个去收拾你们 搞秋后算账 习近平深得毛泽东的真传 我想习近平他难道没有这种想法吗 今天批评共产党声音最大的 真正的敢去有实际行动的人 他们一定是下场很惨的 他们一定会被习近平收拾的 这种反对的声音越多 越给习近平以镇压的理由 所以说我看到这样的一个 党内的一些有实知识也好 或者说是稍微有点水平的人 开始出来提出一些反对意见的时候 我就知道习近平要有动作了 特别是在二十大之后 他的动作一定会来 理由我都帮他想好了 你们这些人的说法 跟索罗斯的说法 有任何的不同吗 一样的 你们就是在反对 我们现在中国的最新的政策 反对中国梦 反对习近平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 你们反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 然后跟西方的反华势力 跟他们沆瀣一气 一个鼻子孔出气 说的都是一样的话 都是想让我们变天 实现颜色革命 让我们这个党国体制崩溃 这个理由难道还不够去对付这些 不管你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这些反对声音吗 不管是拜登也好 索罗斯也罢 他们都已经释放出一个信号了 就是美国的华尔街 美国的过去的这些既得利益 他们跟中国的既得利益的勾兑 他们还想继续进行勾兑 但是今天出了一个最大的阻碍 就是习近平 你共产党想在中国永久执政 我们美国人没意见 西方华尔街这些跨国财团没意见 但是不好意思 你必须得按照过去那个方向 过去那个路线走 就是越来越开放 让我们的西方资本进来 让中国开放这些市场给西方 然后政府的手给我缩回去 不许用政府的这种指令的经济 去控制这么多的产业 让我们在自由的市场经济当中 去竞争吧 这么竞争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共产党会失去他的权利 所以说导致这么一个结果 是共产党绝对不能看到的 或者说今天的当政者 绝对不能看到的 那当政者谁呢 就是习近平 习近平必须要出手来对付 一方面对付自己人 就是这些跟西方 过去几十年勾兑的这些既得利益 包括江泽民的这些人 胡云涛的这些人 还有就是对付西方人 当然西方大佬 可能对付的比较难一点 先从自己人开始下手 那么这个时候党内的精英 那些既得利益 或者说跟既得利益 有关系的那些学术人物 知识分子 他们如果今天跳出来 反对党国的政策的话 那么当然很容易就被司马南 这些人就抓到把柄了 说你们这些学者 你们背后的这个什么智库 谁给你们的智库 资本给的 什么资本呢 什么联想 什么万通 什么就这些民营企业 对吧 民营企业会后谁资本呢 美国人 华尔街 所以说这些人都是汉奸 走狗 卖国贼 我们把他们都消灭掉 我们要维护党国体制 维护习近平的绝对的权威 司马南只不过是一个跳梁销售 他抓到了今天的这个政府党中央 正在集权消灭这些民营资本的和对抗西方势力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他抓到了这个方向 所以他说的话都是按这个方向来的 所以他自然而然就会得到党国的青睐 他自然而然就有流量了 我没有看到习近平不连任的任何迹象 而我看到的是习近平继续的大权杜揽 继续的集权 继续的开始从 不管是从舆论还是从实际的行动 对付这些过去的贪腐既得利益集团 而到了今年的年底 二十大的时候 就是他实现阶段性胜利的时刻 虽然我赞同索罗斯对中国的基本上的所有的分析和长期的判断 但是短期的判断 我认为共产党可能是最大的赢家 而在中国还在继续想说点真话 想讲点理性的言论的这些知识分子 我只想说他们的下场恐怕不会太好 这期的节目跟大家先聊到这 如果喜欢这个节目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欢迎大家收看我最新上传的公子读书栏目 过去是会员栏目 我们全面开放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